监控显示,当天中午11点52分,在京港大道浩金堂路的交叉路口,穿白色上衣的市民小唐骑着电瓶车来到路口,看到一排车过去后,他也上了人行行道。 这时,一辆轿车开了过来,把小唐撞飞了出去,他在空中转了三圈后,重重地摔在马路上。 随后,小唐被送到了医院,经检查,小唐多处软组织损伤,身体并没有大碍。 警方分析后认为,小唐使臀部先着地,如果是头部或者背部着地,那伤势就会非常严重。